买车算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主要是因为不便宜啦 但很多人一提新车就会买下许多的这个配件来装饰自己的爱车 今天的影片 小明我就和大家讲一讲 5个我车上游 我觉得你应该为你的爱车所购买的配件 来看看哪些你还没有准备 排在第一位的是 行车记录仪 我觉得以我们的这个驾驶环境来说啦 它还蛮重要的 它最大的作用当然是录像你在路上所遇到的事故 车祸也好啦遇到路霸也好啦 甚至是别人遇到车祸 你的dashcam如果有拍到的话 还能帮到人 而且有时候一些道理上来说是你错的时候 好像你追人家为啊 又或者是你撞到摩托 照理说是你的责任 但如果问题不在于你 有视频的话就能成为保护你的证据 好像这一张不久前的意外是摩托硬硬闯出来 假如没有这段视频的话 在这一种地方估计 开车的都是要当载了 当然行车记录仪不是随便买而已 你也是要卖好的 最重要当然是画质要够清晰 最好是可以清楚拍到前方的车牌 连前前方的车牌都能拍到的话 那样更好啦 这样的话 必要的时候你就可以保持车磨 让行车记录器的影像 当作你的 承担真供 像我不久前在安装的这个 70Mi A800S 行车记录仪 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前镜头有个4K的size 画质够清晰 它还有后方的镜头给你更多的保障 价格也不算贵 我是觉得性价比蛮高的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看我之前做的这个测评影片 加上现在 在Auto2U还有在做着88U会到15号 东西有便宜 输入我们的Promo Code还有送东西 非常值得 还没有装行车记录仪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看看 第二样 隔热膜 安装隔热膜不是为了美观而已 它最主要的功用其实是能够 抗止外线 保护你的皮肤不会被塞伤 同时也保护你的车子的内装 不会轻易被塞坏 也没有那么容易出现因为 暴塞释放出有毒物质这种问题 当然隔热也是一个 附加的好处 只是条件是你所安装的这个隔热膜 必须是 好料 有品质才有真正的效果 关于这一点小明我之前有做过一支影片 请了Tinted达人来为大家专业解说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回顾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隔热膜 有所谓的这个防暴膜 贴在车窗的话好处是你没有那么容易被暴进 比较安全 但是我想要提醒的是 万一发生事故你需要敲镜子逃生 它也比较难敲爆哦 你可能要想到这一点 那一般上店家也不会跟你全车安装反暴膜 原因就在这里了 第三样 Jumpstart Cable 有些人叫它过江龙 那这个东西这阵子算是蛮重要吧 因为我们的车很少开 甚至是没有开 电箱的电量要么就Charge不够 要么就是流失到没有电你就start不到车 在车里放这个Jumpstart Cable 真的来业的话你要求救也比较方便 或者是你也可以救人啦 可能还有机会可以英雄救美咧 不过呢这个过江龙也不能随便用啊 因为据我所知 现在一些电路比较复杂的新车 是不能随便乱搭线做这个Jumpstart的 包括我自己的车也是啦 那这些车对电工的变化它是比较敏感的 可能在Jump的那一餐啊 电太大就会烧电板之类的 造成损坏 所以在这里啊 建议大家先查看你的这个车主手册 才行动 又或者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直接买这个 Jumpstart Powerbank 也就是用充电宝来Jumpstart啦 你来找另外一辆车也不需要了 这个东西也不会太贵 好像我用的Dashcam品牌70mine 在我刚才讲的这个网站 也就是Auto2U的 也是有卖 11000mAh的才不到200块 是挺OK的 那这个就相当的方便了 接下来这样啊 我觉得还没有像刚才前面那三个那样 非必要不可 但是有的话 防范未然 那关于这方面呢 我建议大家买那种专门的 小型车载灭火器就好了 有些还会给买你脚位 可以固定在车里 不会影响安全 那市场上其实是有不少的选择 没错的话 都是这个ABC泡的 干粉的类型 车里有灭火器 除了可以灭火以外 必要时你还可以拿它来 敲破车窗 也算是一个逃生工具来的 老实说现在的新车 除非你可能 随随撞车 HOOD到刚刚好 不然一般要烧车几率 其实是蛮低的 除非你去动它的线路 当然要改装不是不能 但温馨提醒大家 请谨慎的 挑选电家 确保是专业操作 毕竟接拨电线 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运的话 你最多是遇到这个 电流电压不稳 不好彩的话 就是 烧车了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新车电子设备很多 不要开玩笑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烧车 你也不要因为你有灭火器就 WOW YES 我要马上急着去灭火 小明在这里建议大家先看情况 如果火烧很快的话 保命最重要 先逃跑啊 朋友们 来到最后一样 嗯 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必须买 但有多的话就有加分 毕竟这东西也不在位置 也不会很贵 最多一个百多两百块 电动气泵这东西 当然如果是遇到完全倒台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拍散用场 但是如果说你在路上遇到 吃到丁漏气 然后轮胎变很多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个电动气泵的话 你可以先bump一点风 给它稍微满一点点 让你可以开去附近的轮胎电修补 至少你不需要担心开去轮胎电的这个路程中 太少风 你的轮胎太扁 会弄坏你的轮胎啊 还是你不能开太快啊之类的 又或者是你在偏僻的地方遇到这种情况 至少 没有它 而且这东西体积也不大 我自己的话我就丢在这个 尾箱 也不会占位置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应急工具 尤其是常跑远途的朋友们啊 我个人还蛮推荐 准备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你就安装一套胎压侦测系统 也行 好啦 以上就是我小明所为大家推荐的 五大实用汽车配件 你们赞同我推荐的这些东西吗 还是觉得你有更实用的 想要推荐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大家一起分享 觉得这群影片有用的话 不妨按个赞 分享出去给广大的开车朋友们 Sharing is caring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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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